豬肉 驗出 瘦肉筋 西布特羅風波 上午台中市政府大陣仗開記者會 秀出圖表 核數據 捍衛立場 台中市強調有驗出就必須及時公告 沒有搶快 不過中央從養豬場 屠宰場 上下游 左手進行檢驗 都沒有驗出 台中市政府實安處前後共三次檢驗 每次都分別依公告及建議檢驗方法得出數據 第一次檢驗依公告方法驗出 0.015ppm 超過法定量極限值 達15倍之多 而且六次結果都有驗出西布特羅 市府表示 上午已收到廠商申請赴驗 將進一步由台中市實安處衛福部食藥署 以及第三方公正人士參與檢驗過程 強調捍衛民眾健康沒有模糊空間 明日新聞台中綜合報導